好啦 我們剛剛要準備聽 PRO的男人 鄭大哥為什麼看著我 黃老師 他是黃老師 幹嘛偷瞄我 我剛剛要說的就是說 美人剛剛說的都是人性的問題 你說這個所謂氣不如切不如 偷不如偷不著 偷得著的時候又一個不貪的女人 然後跟我們說我是她的唯一 像這種女人你沒要珍惜 你沒要笑 你沒要疼 你沒要滿足她 你這個大伯也是好事 所以你當然酒店也好 很多這種所謂性交易的小姐們 她是用人性的弱點 然後她直接進攻 所以他們就變得有努力 那我剛剛要說的一個個案 一個案子是說 像中博剛剛說的 就是說她的好朋友 然後這個牙醫 或者說我們不是報紙有說什麼 喝了6000塊錢的酒 發現外面只有660 要跟人家告店家 對… 這個不夠Pro 那個是離Pro很遠 不是不夠 他離Pro很遠 我就說像這種男生我連看的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你到酒店 你到餐廳去的時候 他就有菜單給你 他的這個菜單裡面 都寫得很清楚 一個願來一個願哀 你跟胖達人不一樣 胖達人是說他說白菜 對 他用騙的啦 他這是無騙的啦 騙人 所以我要說這個Pro的大夫人 就是說 真的Pro的大夫人 他真的 剛才他愛的女婦人 背叛他 通常沒猜出說 我就是要叫羅馬幫你抬 幫你打流星 幫你什麼 他這個案子是 有一個女生 她是剛從大學畢業 然後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認識了這個企業家的邵東 那這邵東就覺得 這女孩子很清秀 然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認識以後就變成朋友 還沒有接企業嘛 所以就一直變成好朋友 結果這男的就一直在幫助他 因為他也沒有想 對這個女的怎麼樣 結果這邵東沒有多久 沒有幾年後 他居然就已經接了他爸爸的班 然後也取了一個名門 所以很登對 報紙什麼都有勘傳就對了 然後這個女的命運不好 所以輾轉輾去做酒店工作 但是在酒費裡面的時候 他就可能 他已經被自己訓練成 破路金就對了 就是破路金就說他很厲害 所以他在驚人都很清楚 都知道 他的這個名聲就有傳出去了 傳出去這個邵東就有一點 想說這個 有人有機會要認識一下 不錯這樣 他不是沒有那個動機 是說不錯喔 大家都在工作 沒有人有機會 帶帶大家看看 所以他有一次在辦派對的時候 這個女生出現 哇一看就是 當年 當年就是 所以一晚上 酒料呢 這個女的也幾分醉醺醺 然後就倒在這個男生的懷裡 細說他這幾年的不幸 那這個男生就不敢了嘛 他不跟這個男生說要求什麼 他說吃沒菜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 恭喜我也看到報紙 你帶我沒什麼 結果這個男的就說 你也很辛苦 剛才就在offer 在跟那個文外說的這個 那你就 我來幫你盪一些東西 他說 但是因為我也不可以說太公開就對了 他其實動機沒有那麼快 他是說我幫助一個老朋友 他說 他說沒有你去貸款買這個房子 頭期管我幫你貸 穿著你改期就對了 他說你都不結婚 他說有了讓我騙去 沒有結婚就讓我騙去 所以不敢再嫁 他說你有孩子嗎 他說沒有孩子 他說沒有你一個人簡單 不然你賺錢我買一間 頭期管我給你 他就幫他付了頭期管 他自己有工作嘛 所以他付錢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難的呢 偶爾也會到他那邊去 有怎麼樣沒有怎麼樣 那我們就不在我們的眼下 但是呢就有互相互通就對了 這風聲有聽到他媽的眼鏡 所以他的太太就問這個先生說 有沒有這回事 這難的也很坦白告訴他太太說 有這件事 他說哪一天不然你不認識 我叫他吃這個飯 這個先生真的 這個太太 這個太太應該很多人說 如果先生要找這個女的出來 他就說好啊 不然我就賺一塊賣 偏偏這個太太 不一定說名門的女孩子 都就懂得怎麼樣了 但是他這個太太很好 就說不用啦 我信任你這樣子 都沒有 可是這個太太事實上說沒有 但是有叫人去查底細 後來他就查 先生就查到說 他先生偶爾也會到那個女的 那個地方去 所以他太太就跟 也跟他先生講說 你現在跟那個女的怎麼樣 他就說也沒有怎麼樣 他說你們還有見面 他說偶爾還是有見面 那如果你覺得說不需要見面 那就不要見面好了 好 那這個事情就 他不然說我當然不希望見面 所以就知道 這男的就終止了 他說這個女的就沒有多久 就設計 就說他懷孕 就說他懷孕 那懷孕了就要跟這個男的談判 就說他懷孕他的小孩 那這個男的也是一個 就是說有一個身分 有修養的人 他也沒有問他說 是不是我的腫 因為你一直還在酒店上班 那我是幫你忙 我耳光顧一下 就是露水鸚鸚 就中袋 露水鸚鸚 那你是不是我的 他也不好意思說 那我們去掛驗一下 他也沒有 他就跟他講說 有你決定 要升下 而不升下 都有你決定 升下的話是我的 我一定負全部責任 如果升下 他這時候就講了 如果升下來的話 不是我的 我也幫你負責任 因為孩子無罪 孩子無罪 所以這個男真是好來人 真的是 我在這邊也跟你表示尊敬 然後真的 然後這個女的就懷孕了 懷孕就生下來 懷孕生下來 這個女的大概是去驗DNA 發現不是這個男的 發現不是這個男的 所以呢 但是他就是要賴給這個男的 所以男的 因為他有承諾他要照顧他 所以每個月給這個孩子生活費 他生這個小孩是到美國去的 那他為了讓小孩子拿到美國 到美國去生這個小孩 那這筆錢也是這個男的幫他處理 所以我那時候在問他的時候 我說難道你他都在職場上 都沒有認識其他男人 只有你這個凱子 會對他這樣子嗎 然後呢 後來這個女的生完小孩回來 他也幫他照顧這小孩 好了 到有一段時間了 這個女的又到美國去了 那麼他們就切斷了 切斷了以後呢 這個女的呢 就因為跟這個男的有來往嘛 大家有些人都知道 包括他太太都知道 雖然他已經不去了 可是他這個女的就利用這個男的 跟他的身份背景以及照片 在美國坑了一條 一筆很大筆的錢就對了 就是用他的名字去貸款借錢 說做生意什麼什麼什麼 坑了他是上千萬 那這個男的照理說他什麼 沒有得到什麼特別好處啊 他應該可以找人去殺他 或者幹什麼 那這個男的也沒有 那這男的呢 就透過一個他可以信任的朋友 跟那個女的就說 他就說他這一生 為什麼對他情有獨鍾 而且願意幫他 因為他長得很像他去世的母親 年輕 他說他其實對他沒有太多的非分之下 他希望他自愛 不要在以後去傷害其他那種 所謂動機不存或其他 總而言之就是不要去傷害那些 動機善良的白免血 他就那個女的大概也是自行殘慧 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再惹他 那這一個普洛奇的男人 我認為他了不起的地方是什麼 他就跟他太太講說 也許你很難想像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就是想到我小時候 我媽媽要去世前沒有多久的時候 抱著我 我直接看著我媽的眼神 就跟那個女人在看我的眼神是一樣 當然這個太太不太相信先生講的 那也經過一陣子的智商 也不太相信 因為他都懷疑那個小孩是他的 然後跟自己很像媽媽的人上床 那我跟你講 那是兩碼事 兩碼女的跟這兩碼事 還有呢 他也知道 他叫這個人去 他叫一個中間人 他可信任的人去跟這女的講的時候 他說我很早就知道這個孩子不是我的 你看 因為我有拿到嬰兒的頭髮 我有去驗那個過 所以他說不是 但這都沒關係 但是你不要再傷害 其他像我類似這樣的 不是都有這個機會出現 所以我說這個是 我是怎麼學到他 就說每一個人在對這種情感的 這種情術的發聲 你類型的世界的情緒 跟那個元素的轉換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從外表看得到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社會的價值觀 是扭曲成物化 所以什麼都可以拿起來蹭的 可是有些人 大概某個類型世界的角落 那一塊靈魂 是不會用趁津趁洋的 不過我覺得 他們都有一點冒險 說出來 中伯剛剛那個朋友 那個女生沒有去找他太太 家庭沒有鬧革命 對不對 你剛剛那個是那個太太處理的好 不然也是家庭鬧革命 我講實在 都是很冒險的 不好意思 那賠償的多了 當然不會去找他太太 找他太太 我這個經脈不是得自己切斷的嗎 我讓你如魚得水 你才會有辦法盡量的來取悅我 我把你弄得一哭 那要山上掉 就太太這樣子的話 你就跟我切啦 我怎麼可能斷氣 所以那個女生也很清楚 他要什麼 對啊 來 先休息金黃糕 都清楚啊 可是會出陪都是因為要太多 我想一個空姐的那個 所以阿嬤女先生見